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种植丝瓜,丝瓜种植管理的经验 我的这些丝瓜呢,长得也出具规模了 这个丝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要给它们打个架子 然后呢,把它们就是说都扶到这个架子上面来 然后呢,最好呢,就是丝瓜,你早晨就是在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说能早晨起来以后,有时间给它们瘦瘦粉 这个丝瓜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瘦粉很重要 因为瘦了粉以后呢,这个瓜就很容易做住,就会长,马上就长得很旺 如果不瘦粉的时候,有瓜就腌腌了,坐不住 你看这个瓜 这个瓜就是做果的瓜 它的花现在正盛开着今天早晨 那么我就要找一个不结瓜的花来给它瘦瘦粉 看这个,这个花 这个花 你看这个花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不结瓜的花 所以说你把这个不结瓜的花呢,把它摘下来 然后呢,就可以和结瓜的花进行瘦粉 那么瘦粉的时候呢,这个花呢,就说不要把它整个的都弄下来 你看旁边它还有个花骨度吗 这个花骨度第二天还会开 所以说你在摘的时候呢,你就把旁边这样摘下来 这个花骨度还留在那里 然后你看这上面的粉了吗 对 现在赶紧的来,过来给它瘦瘦粉 瘦粉呢,就是把这个不结瓜的花 然后对着这个结瓜的花 就这样子给它们兑一兑 然后把里边的粉都沾到这个结瓜的花上 这样的话,这个瓜呢,一般情况下就能做得住了 还现在就是说,你看你打的架子以后呢 就是说,长上来的蚂都要及时的把它扶上来 你看这个,最好就是说把这个枝子,它如果养得很粗壮的话就很好 你看这个枝子,你看丝瓜枝子很粗壮 所以说它开花开始结果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丝瓜呢,就是说 只要是可以吃了的丝瓜,就论论的把它们都及时的摘掉 因为每一个叶上的都有丝瓜 所以说,你把这个丝瓜剪掉以后,上面的丝瓜就会得到营养 很快就会长大 像这个呢,就可以把它摘了 而这个呢,也可以摘掉了 所以说呢,及时的都把它摘了 有的时候你不摘的时候,它几天不出来以后 你就发现,哎哟,那个丝瓜又老了 所以说,丝瓜能吃了的话,就及时的把它摘掉 你看这样摸起来,这个丝瓜都硬硬的 很好 然后把它采摘下来 像这个呢,就有一点润了 就让它再长几天 有几天就可以采摘了 你只要采摘了,上面就很快就又长出来 今天就收获这三根小丝瓜 你看,你过来瘦一下 你看,这个叶子上长了这个瓜 你看这个叶子上又长了这个瓜 然后这个叶子上也结瓜 也就是说每个叶子上 每个叶子上它都结瓜 所以说,你只要能吃的瓜底下 就及时的把它们摘了吃了 而且呢,开过的花呢,就是说 如果你不需要了也都把它们摘下来 摘下来呢,就是说一个是避免它们蒸阴阳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花用来做汤的时候放到里边还很好吃 哦 这些呢,都要把它们都扶起来 丝瓜就是说,它的出果 你不用发愁,它不结瓜 每个都结 你看这最上面的叶子 每个都结,它都结 你看,你看这个也是 每一个叶子它都结瓜 这个一个,这一个 然后这里有 每个都有 然后呢,长一长,你看 每个都有 所以说丝瓜,你不用发愁,它不结瓜 它每个叶片上都长瓜 所以关键是你要给它受肥 让它能做得住 再一个就是说底部的 可以摘的,一定要及时摘 因为不及时摘的话 那个瓜,它就把营养都吸走了 上面就很难有足够的营养去保证它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丝瓜呢 在开始结果之后呢 最好呢,就是说 你要经常的湿,就给它浇水 就是说,我发现这个丝瓜特别的吸水 如果你每天都给它浇浇水 然后它就长得很旺 那个丝瓜就长得很饱满 所以说呢,丝瓜呢,就是说 好像它不怕浇水一样 就是说,你就是做 从开始结瓜,然后每天 或者是每隔一天给它浇浇水 都是很好的 而且呢,这个丝瓜呢 它生长过程当中呢 它需要很多的养分 很多的这个营养 如果说营养不够 那您看它接这么多丝瓜 它就会站不住 像有的丝瓜呢 就出来的丝瓜发黄了 站不住 因为它都营养 没有 enough充分的营养去供应它 所以说在生长过程当中呢 隔一段时间 比方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十天半天,十天半个月的 然后呢,给它上一点积粪 然后呢,家里的就是 除鱼,呕的那个水 我特别喜欢那个水 那个水里边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放在一块儿呕出来的 然后呢,你把它倒到上面 就是说带铃甲 什么样的肥料它都有 而且呢,我觉得这丝瓜就是说 用鸡份比较好 鸡份主要是蛋 但是鳞肥它的比例也比较充足 因为鳞肥呢,对这个 开花结果呢,都比较有帮助 有的时候呢,我还经常 就是说把这个吃剩的 这个香蕉皮啊,鸡蛋皮啊 把它搓碎,切碎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丝瓜旁边 好像它们都很喜欢 只要给它上过肥以后 它们好像就长得很旺 就是说,丝瓜不怕肥 不怕水 你要给它足够的水肥 然后呢,它就能长得很好 丝瓜呢,现在已经长得 出具规模了 已经爬上这个架子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把它的底部呢 把它清理一下 把底下的老叶子 把它剪掉 一个呢,就是说 避免它蒸阴阳 再一个呢,就是说 让它们通风透气 然后也不容易生病 像底部的这些老叶子 就把它摘掉 不要了 摘掉这些老叶子 一个是可以让它通风 再一个就是说 不蒸阴阳 因为这个时候 上面的枝叶已经很茂盛了 是足够它们进行光合作用的 所以说就可以把这些老枝叶 去掉 如果这个丝瓜很小的时候 最好不要把它们的枝叶都去掉 除非除到地下的 因为那个时候它需要这些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对 把它那边也都清一清一下 丝瓜除了要把它底部的老叶子去掉 同时呢,把这些好像坐不住的那些果子 也要及时地把它们都摘掉 这些丝瓜呢 就是说明它长势比较好 阴阳比较全 所以说呢都是可以长得挺好的丝瓜 你就可以保留着 但是有些 因为它丝瓜每一节上都长丝瓜 所以有的丝瓜呢 它就 你一看就没有生命力了 你看像这个可能就没受着粉 你看就已经黄黄的了 这样你就及时地把它们都清掉就行了 因为你留着它 它也不会那个 像这个瓜 它就好像看起来已经坐不住了 可能没受过粉 所以说都黄了 你就把它及早地把它剪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样的话你看我这个丝瓜底下 我都清理得很干净 这样的话就是通风透气都比较好 再一个呢这个丝瓜呢 它也是需要打顶的 丝瓜长到一定程度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头打掉 这样的话 让丝瓜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盖 主干开始扩粗 然后让主干上再产生侧枝 因为侧枝出来以后再结果 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结果率 生产 产量 像那个枝子呢 长那么长了 粗粗的 然后那个头就应该把它打掉 对 如果你是想要留丝瓜种的话 那个像这么高的时候开始 留丝瓜种就最好 因为如果太低的地方 接的丝瓜 你留种的话 那个丝瓜就到手就储到地下去了 所以不太好 像这样子呢 就是说你留个种 然后它长正好 因为在底部 然后它会充分的成熟 那个种子就会长得很好 而且呢 我有时候就是多种几颗丝瓜 有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为了种一些丝瓜秧子 然后用来刷锅刷碗 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呢 都是用那个海绵去刷锅 然后呢 每次刷锅的时候都用这个 detergent 所以用那个餐洗净 好像不用餐洗净就就是刷不干净一样 现在呢 我都改变了这些习惯 就是说尽量的 就是刷碗的时候呢 不要用这个海绵来刷 尽量用丝瓜 羊子来刷 而且呢 不要用这些 餐洗净之类的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呢 放在碗上 即便是用水冲 有时候也是冲不干净 就是说尽量的各个方面也注意一下 少吃一些这些化学的物质 应该是对身体好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